大家好,我是Niko 今天呢,我带大家来看一套这个Porter这个公司开发的一个新的小区 这个小区呢,位于那个Apex Apex的北面一点 它靠近这个C Carry,是那个华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社区呢,它离那个H Mar,离乔丹湖 离那个就是Costco都只有10分钟的车程 到那个RTP和机场也都在15分钟车程以内 所以它的位置是非常好 而且它的这个学区是这个,我们那个三角区最好的这个顶级学区之一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这个小区的情况 和这个样板房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这套房子呢,是一套这个Range style的这个户型 它这这套样板间呢,它是Range上面加了一层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就是Customer设计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套房子的这个面积 可以从2401尺到3307尺 2房到4房可以选择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进户,落户的地方 它这套房子呢,就没有把它做成那种 就是外面有一个front porch 但是这个也无所谓啦 就是 进门这个Hallway 比一般的要宽敞很多 那右手边呢,它这边是一个餐厅 或者你可以做成一个书房 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的 也甚至可以把它,你如果做一扇门的话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来使用都可以 非常的宽敞这个区域,这个空间 那这个门里边呢,就是放衣服的这个pantry 就这种ranch房子现在在新房里面是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宽敞 比一般的这种两层的房子要宽很多 它这边的这种设计都是这个国民开局的设计 然后中间一个导台 导台呢,一般都可以做成一个用餐的这个区域 就像早餐厅啊或者什么都可以 早上吃个早餐人少的话非常简单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厨房的这个边上这个区域 非常的宽敞 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餐厅来使用 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正餐厅呢 您可以把它做成书房 甚至一个房间来使用都没有关系 那么它这里呢,加出来了一个sundroom阳光房 那感觉也是非常的好 就使得整个空间感特别的宽敞 另外呢,它这边阳光房出去呢 它这里还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dec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deck呢,不但有这个全露天的 它还有这个,这个有屋顶的这种这个dec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客厅的这个区域 它整个这个房间的设计呢 就是都是用的是浅色系 所以这个空间感显得更加的这个宽阔 那在客厅的这一边呢,是一个主人房 那我们先进去看一下这个主人房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它这个房子的这个本身的条 这个房子这个空间也是很高了已经 然后它再加上这个三扇这个窗的这个高度 也是比普通的窗要大很多,要高很多 所以它整个的空间感就完全的拉升了 感觉非常的这个宽敞舒适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这个卫生间 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新链台 那个比较大,我觉得应该是女主人用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一个系列盆 相对小一些 那么男主人用 对,是一排抽屉的 那么看一下这个女主人这边的 它是两排抽屉的 因为女主人化妆品比较多嘛,是吧 那大家一来看一下这个 它放这个马桶的这个空间的位置 也是非常的宽敞 那么它这套房子的就是这个 这个淋浴间呢,就是非常的大 它把它做成了一个豪华的淋浴间 就没有设计浴缸 把浴缸和淋浴间这种标准的设计 改成了一个豪华的淋浴间 这扇门里面呢,它是放了一个就是 像浴巾啊,那些就是那个浴室用的这个 一些就是这个用品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这个超大的衣帽间 这个超大的衣帽间 超大的衣帽间 如果在楼上不加上去的话 这样的一套 比如说是两房加一个房间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厨房边上这个餐厅 我觉得说是这个正餐厅 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书房 或者一个房间 其实如果说是三口之家 应该也已经足够用了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套房子设计是 结构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好 那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房间 那在这一边呢,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房间 那么进来呢,先是一个浴室卫生间 那它这个呢,你可以从这个空间 可以看出它这个第一楼的这个层高是非常的高 那这个呢,它也是放了一个浴巾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看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也是非常的大 你看它放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queen size 然后两边还空了很大的这个空间 两个床头柜 还放了这么大的一组沙发在这个床边上 所以它的这个房间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同样的在这个房间里面 它一定是会有这样一个衣帽间的 这边有一个洗衣房 那因为我刚才说了 一般来说它这个洗衣房都是跟着就是主人房来走的 因为它这个是主人房在一楼的话 它的洗衣房就会放到一楼 然后我们先看看这个车库门进来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drop off的这个一个区域 就是你出门的回来一些包啊什么的外套啊 可以在这里挂一下钥匙啊都可以挂在这边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洗衣房 哦,这个洗衣房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看它还做了一个那个水池 还有包括上面的这个柜子 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那我们上二楼去看一看 因为它这个是 等于说这套房子它是做成了这个 加了那个楼上的这个空间 加了一个房间和一个loft 那我们上去看一下 那楼梯上来的这个左手边呢 就是一个loft的一个空间 那么它这里呢 一般的这个loft这个家庭呢 都会把它做成就是 家庭活动室 有的呢可以放一个电视 有的呢就是这样一个专门的这个活动室 那这边我刚才说它加了一个这个房间 它就变成一个三房 三房的一个设计 那楼上这个房间也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的这个 嗯 刷人间吧也可以说是那个 它有一扇窗 但是因为这个窗的这个高度也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它这个房间的采光也还是可以的 那这个卫生间呢 就在这个房间的对面 也是这种 带那个淋浴的这个浴缸 在淋浴的这个浴缸 那我们二楼也这样介绍完了 这套房子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嗯 我特别喜欢它一楼的这么开阔的这么一个空间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有吸引力 嗯 它的这套房子目前的这个价位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 大概是在 五十一万五左右 那么如果说你不加二楼的话 这个价格还会下来的 因为它很多东西都已经做了升级了 那如果你根据它的这个 设计的这个 一些option来选择 你如果选择的简单一些 那么它的总价就相相对会要要低不少 啊 那这套房子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吧 今天呢 这三套样板房呢 我都给大家拍摄了一下 那么作为我本人来说呢 我是比较喜欢那套Range的这个户型 因为比较适合我的需求 因为我也没有很多的人要在这个房子里面住 那么我可以把其中的那个就是餐厅 把它改成一个就是客房 或者说是office就够了 那么我刚才也去搜楼充分了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户型的话 它加上地块 我们选择的那个地块 价格加上去的话大概在46万左右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在Porter 这家这个房地产公司呢 也是全美国 现在排名前十的这个开发商之一 他们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地段 是非常讲究的 然后整体的这个施工质量 也是非常的不错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 价值还是就是说 性价比上面还是非常可能 因为在这个区域 我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 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上五四年去到RTP 就是那个三角园区 然后去到机场 都在15分钟车程之内 而且它周边的这个购物啊 也非常的方便 我说的那个HMI呀 就是一个亚洲超市 还有一个就是 Costco 也非常的近 都在十分钟车程之内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Jordan Lake 这个一个湖 那么平时大家休闲都会往那边去 也只有十分钟车程 另外它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物广场 大概两三分钟车程就到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么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那个华人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学区 它的这个学区是在整个那个三角区区域 是属于这个最顶级的学区之一 所以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跟我联系 另外呢如果大家 对这个北卡 房地产或者生活信息各方面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那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请大家这个关注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或者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微信 公众号加在北卡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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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